手掌当中的纹路来看 深刻 但是有一些些杂乱 想必也是心思繁重 爱操心的人 再加上有段掌 固执要强 凡事不服输 事业上拼紧失足 也要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但是这种固执的性格 会导致在感情当中 一旦出现争执 纷争 就不会轻易的低家头认错 在家庭方面 不利于腹肌关系的和谐沟通 本身就容易烦躁 加上食指很长的人 控制欲很强 总希望对方能够 跟自己的步伐统一 会因为脾气 发生一些很多家庭的问题 如果是面相当中 还有一些不利感情的婚姻的 那么二婚的基本上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说建议 把雷厉风行的作风 或者不要过多的 带入家庭和感情当中 遇到事情 多冷静 少说话 尽量克制自己 夫妻之间多沟通 感谢您的耳术